好的主播可以听到在拍摄者讲完话后 远处就传来爆炸的火光和巨大的爆炸声 那么事发地点就位在乌克兰奥德萨地区 和罗马尼亚接壤的奥尔利夫卡 这里也是重要的粮食运输港口 但周二晚间却遭俄军轰炸 乌军表示俄军从俄罗斯和克里米亚 派出38架无人机 而乌军拦截了其中26架 不过还有不少飞弹攻击过来 港口基础设施和骨仓 以及30辆卡车都损毁 临近边境的检查站也一度关闭 这起攻击也被视为俄军 报复乌军袭击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总部 但传出遭攻击身亡的舰队总司令索克洛夫 周二却出现在俄国国防部视讯会议上 似乎是想辟谣 影片的真实性也掀起外界的热议 另外乌克兰媒体基辅邮报独家报道 乌军能轰炸俄军黑海舰队总部 是因为总部内部分俄军军官 对军方没能按时发薪水感到不满 愤而泄露情资 给乌克兰好换酬金 才能让乌军在俄军领导层开会时 发动攻击 那么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 现场交换给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